近期香港股市和着乱飞 投资者只要追捧当炒股 真是可以赚到笑 例如ATMX中的小米1810竟然跑出 这只半消费股从半年前的低位12元 辰转升至现时的逾30元 升幅之灵厉真是令人惊讶 不者早已说过 在大量资金追逐有限资产的环境下 资产价格必会急升 现时多个国家已采用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 令一般股值被扭曲 因此大家一定要用钱太多的假设来下注股市了 然而 港股并没有出现于其他主要市场的大幅上升 与年初比较 恒指仍然是下跌的 因此买港股大市升根本是蝕张 反而追捧二三四线的强势股更有胜算 不者一向超喜欢买入公司 才能够从规转型的股票 一个好例子便是香港电视1137 在几个月前推介的雷蛇1337也是同一道理 最近 不者又发现另一只同类型的股票 逆音集团2858 这只从事汽车平台和汽车融资业务的公司 在2019年前是年年虚钱 但上年已可以转规为盈 虽然今年上半年又出现亏损 但原因是疫情爆发 令其营业额大跌 游幸 今年第三季的业绩已逐渐回暖 看来下半年将会又再次有钱赚了 假若你相信规转型的股票是有潜途 亦因是需要考虑的 按下半年级 感谢观看